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主内平安 每日灵修 每日蒙恩 让我们以祷告的心 来到主的面前 来阅读祂的话语 慈悲天父上帝 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的恩典 谢谢你 是恩祝福我们来到你面前 求圣灵在这时候 在我们心中动工 使我们能够更深刻的 明白你自己的教导 明白你的话语 谢谢你天父 将以下时间恭敬仰望交托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今天要领受的经文是 取自于耶利米苏的第七章 一到第八章的第三节 主题是错误的信仰 在此处的经文里面 有一个背景就是 当时以色列全国上下 他们弥漫着一种 错误的宗教信念 他们认为 圣殿就是他们全民族里面 最大的保障 并且以献祭代替顺服上帝的命令 耶利米先生在这个地方 是毫不留情地去斥责 他们这种全然无效的信念 和宗教仪式 耶和华上帝也强调 唯有以色列人的心 重新回转并顺服他的旨意 否则 宗教上的一切的活动 都是没有意义的 反而会变成徒有虚名的假宗教 亵渎上帝的名 在这整段的圣经里面 让我们能够学习到 三个的不 两个的要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拿三个的不 第一个不 不依靠虚谎的话 在第四节里面 告诉我们 当时以色列人他们三次讲到 他说这是耶和华的殿 是耶和华的殿 是耶和华的殿 那为什么他们这样说呢 是因为他们认为 耶路撒冷只要有圣殿在 那么他们就一定会有安全 只要有圣殿在 他们就能够照常地 去举行这些的宗教仪式 国家也能够得到平安 得到安全 其实这只是一种虚假的安全感 事实告诉我们 拥有圣殿 并不等于就拥有 上帝的同在和保护 第二个不 不以圣殿为护身法宝 第七章的第八到十五节 告诉我们 以色列人他们一面到 圣殿里面去敬拜上帝 但是一面他们又行偷盗 杀害兼营其假事 向巴黎烧香 并随从那些树不认识的神 耶和华他借着耶利米先知的口 去斥责并且去告诫他们 世罗不能够因为他在事实时期 作为会物所在之地 就免于沦陷 同样的圣殿也不能够使 耶路撒冷免幸于难 圣殿虽然作为上帝所拣选的 居所和敬拜的地方 但是当百姓他们被约行恶的时候 圣殿他本身就不提供任何的 稳固宝藏 唯有真正倚靠仰望耶和华的人 才能够得到宝藏 第三个的不 不以虚假的敬拜求平安 第七章的十六到八章的三节里面 让我们看到 以色列人他们一边在到圣殿里面去献 烦祭献平安祭 但是一边他们又在心嫩子谷里面 以焚烧人献给偶像 心嫩子谷本身 它原本是一个垃圾焚烧场 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这个垃圾焚烧场就变成了一个 以献人祭的祭坛 焚烧人以焚烧人为献祭的祭坛 因此耶和华称这个地方为沙鲁谷 因为以色列人在这个地方 行了耶和华上帝所证悟的事情 我们看完了这三个的不 接着我们要两个的要 有哪两个的要呢 在第七章的二十三到第五 还有第五节里面告诉我们 第一个要是要听命于耶和华 正如撒末尔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里面告诉我们 耶和华喜悦凡祭和平安祭 岂有喜悦人听从祂的话呢 听命胜于献祭 顺从胜于公养的自由 第二个 要有行动 耶和华告诉以色列的百姓说 你要听从我的话 听从听从 就是听了上帝的话 就应该从之而行 若是听而不行 那么听了又有何一处呢 耶利米先知他在圣殿门口宣告 就是要以色列的百姓悔改 重新回转到上帝那里去 否则他们难逃上帝的愤怒 人若没有敬畏耶和华的心 那么不管他把自己的外面包装得如何的敬钱 都是经不起考验的 正所谓 路遥知玛丽 日久见人心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生命的祭坛 建造在哪里呢 下面请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 亲爱天父上帝 我们恳求你 以你自己的生属灵的火焰 来焚烧我们生命当中的杂财 主啊帮助我们 使我们真的能够有一个敬畏你自己的心 使我们能够借着今天的话语再次得到警醒 谢谢你天父 帮助我们爱主更深 聆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明 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